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了血洗在你的掌心 哦 因为你对我好 总算明白不少对于回报你 从不计较 快乐着在你快乐中漂泊 哦 因为你对我好 我不能肯定你是我一生的投靠 只想有个可以做梦坑 一枯的怀抱 当风起的时候 躲起你 晨起的一脚 才发现你对我是 那么重要 因为你对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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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好 好 你对我好 你对我好 对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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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你对我好 好 我好 好 爸什么意思呀 他是要给大姐正式介绍吗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我是要哪儿给你找去啊 我有接待任务忙都忙死了 行了 我先挂了啊 怎么样啊 大部长 一切都还顺利吧 还行吧 你妹妹的电话 乔妍 你姐姐就在我旁边 你要不要跟她说话啊 不用了 我跟你说就行了 你要是跟我姐 谈的感觉还不错的话呢 那你今天晚上 就继续留她吃晚饭 对呀 得趁热打铁 行了 没别的事 挂了啊 你妹妹可真有意思 她说什么 她说 想让我继续留你吃晚饭 可这得征求你的意见 我这个妹妹啊 对你可比对我好多了 打电话来都不知道跟我要说话 她现在不就是想检查我的工作吗 你赶紧穿上 我不冷 我真的不冷 我也没事 快 来 快披着啊 你别着凉嘛 不会的 我在这活动活动就好了 一会儿就热 没事 你看 妈 妈 爸妈回来了 走吧 赵老师 您好啊 好好好 周星哥 周星啊 怎么老不见你过来 忙嘛 早应该过来看看您 周星哥 快屋里请吧 好 周星哥给你请好吧 走 早上今天没见着你啊 圆圆到现在还没回来 怎么办呢 你给妍妍打电话了吗 容容打过电话了 可她说乔媛没和她在一起 让她赶紧想办法把圆圆找回来 她又说没时间 别急 她会回来的 让容容再给她打个电话 走吧 别气了 小乔 快进来 快进来 你怎么迟到啊 我有点事给耽误了 不急啊 小乔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欧阳房董事长 欧阳先生 这位就是我们拜经委接待办的乔主任 乔妍 你好 欧阳董事长 您看 我的工作是专门为您服务 可是我又迟到了 对不起啊 你好 请坐 谢谢 小乔 今天你是主陪我们欧阳董事长 没问题 陈市长 我一定聪明 我再给你介绍这一位 陈市长 这位你就不用介绍了 这位一定就是深情董事长吧 我也猜着了 乔主任是市委乔乔书记的千金吧 陈董事长真的是名不虚传啊 气质这么好又这么年轻漂亮 哪里的话 要知道我第一眼看到乔主任的时候吧 我就觉得我过时了 我呀 得承认这天下 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 没有没有 您真的挺好的 挺漂亮的 好啊 这真叫相见恨了 好好 人都到齐了 请各位入座吧 请吧 请 乔 今天你坐那儿 主要把我们欧阳董事长陪好 乔主任 乔主任 请 沈董事长 您请坐那儿 来 来来来 请吧 请 好 请 请 请坐 坐 沈董事长 坐 好 我们 今天大家聚在这里 对不起 陈事长 我电话 好 没关系 我们去接吧 好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喝点什么酒 随意 随意 喂 罗荣 怎么了 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找不到大姐 那怎么办啊 饭都已经做好了 周星哥哥和爸爸都回来了 就等着大姐呢 那你说我怎么办 我在接待外宾 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是不是我停下手上的工作 满世界去给你找大姐啊 我知道是妈妈的意思 行了 行了 那我就再给你打打电话吧 不过你告诉妈 我也不一定能找到大姐 行了 挂了吧 是你妹妹 这家伙 要搞什么鬼把戏啊 喂 小燕啊 好的 这次又该检查你了 真的 燕燕 找我有什么事吗 喂 姐 我再给你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你听好了啊 你要是跟汤部长 感觉还不错的话 那你今天晚上 把他带回家出晚饭 什么 你疯了吗 我 我怎么跟父母说呀 有什么不好说的呀 小姐 这事不在爸爸 关键是在你自己 你看啊 你跟汤部长呢 已经单独的相处了一个下午了 就说明啊 你妈是有感觉的 是吧 既然是这样 你就把他带回家 我呢 活动结束后很快就赶回来 我呢 再给你投一张赞成的票 这事就成了 乔书记 我真不在这吃了 矿物局倒没什么事 可是我还接着白马矿的矿长 这矿长真有事 坐下坐下 你小老师把饭都做好了 你怎么性子这么急 吃完饭再走呢 我能不急吗 您说这矿上招商引资的事 乔书记 您能不能告诉我 这矿上合作的事 您到底希望谁干 这还用问吗 那您还这么沉得住气呢 我是个痛快人 您能不能给我交个底 这事是不是上面已经定下来了 不肯逆转 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乔书记 您不把话说明白了 我这下一步没法操作 我是可以尽力而为 可省厅那边怎么顶啊 他们后天可就过来了 老郑那儿到底是怎么想的 能不能让他顶一阵子 他这人八面玲珑 谁都不得罪 而且矿物局又直处省厅领导 他怎么可能出面 这圆圆怎么还不回来啊 不等了 吃饭 来 吃饭 来 吃饭 这些啊 来 快坐 小老师辛苦了 坐这儿 快坐 老郑 拿瓶酒 别 别拿了 乔书记 我知道您也不爱喝酒 谁说的 去拿 爸 我跟你柔欣哥合一杯 算了算了 容容 真别拿了 我待会还得开车回跨上 都是山路 挺危险的 那就算了 吃饭吧 来 吃饭是吧 爸 您盛饭 嗯 来 来 来 走吧 来 坐下 你快吃 来 来 自己来一下 多吃点菜 多吃点菜 妈 我回来了 来 大姐 乔主姐 你们还没吃饭吗 我是 我是来给肖老师送药来的 肖老师 这是您的药 走 谢谢 谢谢 那就随便在这儿吃点吧 不了 你们继续吃吧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爷爷 我先走了 那我去送他那儿 容容 坐下 坐下 你还站在那儿什么 还不过来吃饭 你还想不够乱 大姐 大姐 小主姐 我得治好了 我得赶紧走吧 乔主人 乔主人 我呀 得再敬你一杯 为你有这样一位优秀的父亲 来 怎么该 这杯酒我不能喝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句话 我不爱听 怎么 我说错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是那意思 您先请坐吧 请 其实啊 我们家几个姐妹 无论是做成功一点什么事情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进步 可能大家都觉得是 父亲从中帮了忙 这句话真的是让我们很反感 可能说起来大家都不会相信 其实父亲在工作当中 是从来不会帮助我们的 我们也不需要他的帮助 难道说除了依靠父亲 我们就没有自己的能力吗 说得好 乔主人 刚才我也误会你了 来 为了谢罪 敬你一杯 沈总长 我可没有得罪您的意思 您不介意吧 乔主人啊 你这么独立 我就更欣赏你了 来 来 大家干杯吧 沈总长 我可没有要得罪您的意思啊 没有 没有 对不起 小琪 请便请便 来 回来老师 来 用载 喂 二姐 二姐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家里都乱了 怎么了 是不是大姐还没回家呀 那倒不是 一开始吧 一开始全家人都等着大姐回来吃饭 然后干等也不回来 后来爸爸就等生气了 就先吃了 正吃着吧 大姐忽然回来了 还把那姓汤的副部长带回来了 这下爸爸更生气了 二姐 那个姓汤的副部长 很可能是大姐新找的男朋友啊 这不挺好的吗 妈妈平常老说大姐不找对象 这下大姐找了吧 她又不高兴了 爸爸也是 她嘴上老说不管咱们的事 可是呀 她比谁都操心 还静下操心 来 这饭也没吃好吧 要不我再跟你去热点 半小时之内也别理我 我要好好反省一下 你是得好好反省反省 不是 现在大姐把她自己锁在房间里了 谁叫也不开 饭也不吃 妈叫也叫不开 急死了 行了容容 你跟妈说先别叫她 让她安静一会儿 等我回来再说 对了 你跟妈说我今天晚上 可能会回来晚一些 就这样啊 你干嘛在这儿 我来看看你啊 我来看看你啊 燕燕 你能请别人在这儿吃饭 别人就不能请我在这儿吃饭 请你谁呀 听说是新加坡大亨 我请谁跟你没关系 谁请你 你找谁去 快来 法司的怎么样啊 乔远和汤中仁的事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我又是知道了还能不告诉你啊 我看啊 你也别太认真了 他们俩啊 还不一定就是那么回事呢 如果他们真是那么回事 那你是什么态度 同意还是不同意 那我还真没想过呢 再说了 我同意不同意有什么用啊 那是远远自己的事 这我当然知道 我只是想听听你的看法 换句话说 你是同意他跟周欣呢 还是同意他跟汤中仁呢 周欣的孩子是矿区长大的 他的情况我们都了解 原因要是跟着他 那当然是没说的 不过汤副部长这个人 看上去也挺不错的 不过我只是说他表面上还可以啊 其他情况我就不了解了 我知道 在市政府那边 他只是一个青年干部科的科长 到了市委这儿 是我把他调整到现在的这个位置上 是吗 那他应该还可以啊 按条件来说的确还是不错 如果他能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些 应该说还是很有前途的 你的意思说他对自己的要求还不够严格 这个人心比天高 当时是我安排他当这个副部长 应该说是破格题罢了 这个人上面有些根基非常自负 所以他认为对他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 年轻人嘛有点自负也是可以理解的 谁不想奔个好前途啊 像他这样的人也许真的会前途无量 现在有很多事情 都不能用老眼光来衡量了 圆圆呢 还闷走屋里呢 我看你啊就是性子太急 懵懵咚咚的就把周欣给找回来了 那圆圆又不知道 突然让他三头对六面的往中进一家 多难为他呀 不是我难为他正好相反 是他给我出了一道难题 我现在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 反思了半天还是没办法 办法有 找圆圆谈谈呗 谁啊 圆圆是我 爸我已经睡了 开门圆圆 爸爸跟你说点事 我给你了 你能不能够好吗 你能够好吗 你不能够好吗 我会给你了 我一定会有了 我可以帮你把周围没开 你是一个人 看你了 最后一会 你能够好吗 你不然 你把周围 你把周围 我帮你了 你能够好吗 怎么样 我爸进去了 没事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远远 你是家里的长女 也是我们最优秀的女儿 三个妹妹 都一直认为 你是最好的大姐 但是 今天爸爸感到有些意外 我第一次看到你 从餐桌旁冲出去 当着客人 当着家里人 看来 这个问题非同寻常啊 我刚才 也好好反思了一下自己 觉得 我今天确实有伤害你的地方 爸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其实刚才 我也想过了 该怎么办 我都听您的 瞎说 你要是听我的 就不至于那么难受 这件事 是你一辈子的大事 我可不敢瞎掺火 您这不是瞎掺火 我也知道 在矿上的时候 您特别地器重周心 我想 我想 只要我没问题 周心那边 也应该没问题 远远 你误会了我这个意思 是吗 是 我并没有强求你跟周心 当然了 我以前有这个想法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想法 有些前考虑 远远 当一个人 成为地方首脑之后 他就变得 不是他自己了 咱们 还是说周心吧 这小伙子 是我看着长大的 组织部门 对他的考察 几乎意见一致 没有任何的争议 可是一旦 到了要提拔他的时候 就遇到了 很大的阻力 有人说我 只喜欢矿区的干部 忽视了 对地方人才的 培养和使用 爸 这也是我顾虑的 你估计 你估计什么呢 我也想过 如果我跟周心 真的好上了的话 那些人 更加要说您 是拉山头 搞宗派 要培养自己的底细了 你怎么会有这些想法呢 我当然要想了 干部子女找对象 难免要受到社会 甚至是政治舆论的关注 议论 有些人 他们还会说三道四的 如果你真的喜欢周心 非他不嫁 我是不会有那么多顾忌的 爸 还是有一点顾忌好吧 我承认 我对周心 的确是 有那么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 可是您知道吗 根本就没到那个程度 既然这样 干嘛不做 多方面的选择和考虑呢 人 爱情关系到 你一辈子的婚姻幸福 你怎么会 惨打着这么多的想法 关键是 我还没有发现真正的爱情 所以 对周心那里 我只是 有些喜欢和信任而已 那对唐忠仁呢 对唐忠仁 刚刚有点好感 和好奇而已 爸 您不喜欢这个人是吧 谭帅的说 我真的不太喜欢他 但是 这只是我个人的喜好 换句话说 是我乔梁的看法 而不是市委书记的评价 我说清楚了吗 您说清楚了 我也听明白了 爸 你放心吧 我也不再是个小孩子了 我自己的生活 该怎么选择 我自己都知道 你也早点去休息 好 你也早点休息吧 孩子 非常对不起 我还有点事情 得先走一步 请乔主任继续陪你们大家尽兴 来 我最后敬大家快乐健康 谢谢 也祝你健康 谢谢 来 谢谢 来 大家吃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小强 对霍阳董事长千万不能怠慢了 是 你知道吗 来 你爸爸他 如果迟迟地不给个明确的答复 他随时都可以撤 找他投资的人太多了 要不吃完饭 如果他们还有兴趣 你就精心地安排一下 都知道 你这是在帮你爸爸抓钱 小强 好 不好意思 您吃 来 来 吃吧 吃吧 来来 大家继续吃啊 我想都知道 有点事情 借不说一句话 可以可以 我正好送送陈事长 好 小强啊 来 盛总长 您坐 你看 这欧阳董事长 确实是喝多了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 从来就没见过他喝这么多的酒 看来申请女士 还是很了解欧阳先生的了 乔主人 您可别误会 我啊 和欧阳黄先生 在商界里头 可算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而且 我和他太太 关系也不错 嗯 就是对他太太的病 爱莫能助 他太太怎么了 他太太啊 常年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州 半身不随 已经很多年了 今年年初 我还专程去看望过他 只是他的病啊 是越来越严重了 连说话都困难了 哦 这么说欧阳黄先生的负担还挺重啊 要谋生意还要照顾家人 不过我看他精神倒还是蛮乐观的 他啊 就是个乐天派 你看他精力充沛 你看他这么大岁数了 就跟个大小伙子似的 哎呀 你们俩在说什么呀 怎么那么开心呢 啊 我们在说您的身体好 一定能够长命百岁 主子 不能活那么长呢 否则的话 不成了人精 也成了人妖了 欧阳董事长 您对在我们这儿投资很有信心吗 我有没有信心哪 关键取决于你的父亲 看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在我要求的期限内 尽快地给我一个答复 尽管我对你的父亲印象很好 但是生意就是生意 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如果他要是做不到的话 我一定会到其他的地方 重选项目 好 我很欣赏你的坦率和真诚 不过我父亲做事情也是很有魄力的 他一定不会让您失望而归的 来 我先干为敬 好 干 还是你的电话 又是丑心啊 他 接不接 不接 那我怎么跟他说啊 妈 你就说 我病了 我看你啊 真是病 妈 你先跟他说一声 让我挂吧 人家早就挂了 你这事 到底怎么想的 到底怎么想的 我想 还是选唐中人吧 你都想周全了 妈 这世界上的事情啊 没有周全的事情 就这么着吧 对了 对了 您知道 唐中人有个哥哥 好像在北京工作 我听说一点 听说位置还挺重要的 具体是什么位置 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 前几年 唐中人母亲去世的时候 当时他哥哥回到审里 动静弄得挺大的 据说审里啊 还派了一个副书记 一直陪着呢 这些事情 跟你的忠诚大事 有关系吗 具体的吧 我也说不清楚 我只是隐约感觉到 如果 我真的断了他的这个念想的话 我怕 会对爸爸将来的事情 带来一些什么麻烦 但是 父亲的事情 我不得不考虑 毕竟 他是咱们家的定量柱啊 不就是乃女婚姻的事吗 那挺平常的事情 怎么一到我们家 就弄得那么复杂呢 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 我找过什么人 其实我都无所谓 关键的是 两个人以后用心过日子就行了 而且我觉得 汤忠仁这个人挺聪明的 还算是一个优秀的男人吧 你们的事情我也搞不清楚 妈就希望你能顺顺当当 嗯 妈 你放心吧 一切啊都会顺顺当当的 嗯 对了 妈 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些事情 你可千万不能告诉我爸 为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 我只是不想把事情弄得太复杂了 知道了 你也早点休息啊 嗯 嗯 成心了是不是 是你先成心的 那我也就只好如此咯 说吧 你究竟想干什么 要逼着我和你谈情说爱 否则的话 你就要耍流氓无赖一套 随便你怎么说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我是小人 我怕谁啊 曾志明你要不要脸呢你 在你这种不相情谊的女人面前 我还要什么脸啊 舒飞你把面子给我找回来 说吧 你要我怎么给你找 承认 并认可 我是你的初恋情人 就从这个 让我给你爸爸开车去 没手儿哪一天 他就成为我的岳父了 师傅 徒子坐好了吗 坐好了 什么都拿我去啊 哎 你看 丫不脸 别人 乱象 不 下宝止 车 秋 周 我们从里面有找大衣 fluores客圣 乔主任 有款 прин 您不过来 不需要 谢谢啊 乔主任 她说不需要 我怎么这么问呢 再瞧 你就说市政府接待办特意送来的 好的 这是 您好 我不是说不需要吗 欧阳先生 乔主任 你怎么来了 我这么晚打扰您 您不介意吧 哪里哪里 我习惯熬夜了 这个点对我来说还早得很呢 来来来 不行 来来来 我们接待办给您准备了一些水果 小地方没什么东西 您不嫌弃吧 乔主任送来的东西 我怎么会嫌弃呢 好好好 好 谢谢啊 请来 谢谢 谢谢 好 乔主任啊 你看这屋子弄得乱七八糟的 来来来 随便坐 随便坐 好 您不客气 随便先生 你好 你好 你这是从欧阳先生的房间里出来的 是的 他没休息啊 还没有 欧阳先生的房间有客人 什么人啊 是接待办的乔主任 她是来给欧阳董事长送水果的 来 乔主任 吃水果 谢谢啊 深情女士说你今天晚上的酒喝多了些 可是我觉得不多 正好 今天呢 喝的确实是不少 但是我高兴 这人要是高兴啊 血液就循环得快 酒精呢 也就吸收得快啊 没问题 你那么高兴的话 就说明我们的接待工作还是不错的 接待工作是不错 但是你的话有错 我的话有错 什么意思啊 工作呀是人干的 只有人不错 工作才会不错呀 你看中午 我们刚刚见过的乔梁书记 为什么我们能一见如故呢 就是因为他人不错 坦荡 真诚 不卑不亢 心有大碍 没想到下午啊 又见到他的女儿 聪明 大气 不拘不韦 收放自如 而且 孩子们漂亮 你说我 能不高兴吗 能不开心吗 就为我能见到这不错的人 我完全有理由 欣喜若狂哦 啊 哈哈哈哈 你说过长大后 我也会和你一样 收望的目光 你唱说过来人 都会和你一样 我今生 我今生生这个梦 一杯 还不安得长 虽然不想让我的时光 流淌在你的脸上 可你的背 却写满我的成长 啊 啊 啊 父亲 带上我 这路好长 那双我曾想要 逃离的受伤 啊 啊 啊 父亲 是我疲惫 是想要 落脚的地方 啊 啊 啊 父亲 带上我 带上我 这路好长 带上我 那双我曾想要 盼月的肩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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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父亲 是我迷路 是远 опред出 远处的路转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